陈松林嫁给了内地演员张夺之后 大部分的时间都留在了内地 如今是香港 内地两边跑 哪里有工作就在哪里现身 不过在很多时候 都会看到陈松林与丈夫一起现身 两人虽然各有工作 但是能彼此迁就与配合 相互陪伴对方去开工 这相当难得 陈松林回香港出席活动 张夺就做根的丈夫陪伴到香港 并且一起出席活动 非常恩爱 夫妻俩在香港出席活动期间 刚好临近张夺45岁生日 在香港人员极好的陈松林 就得到了有人的宴请 顺便为张夺在香港 举办了一场小型的生日会 陈松林这些年 尽管少在香港活跃 但是曾经在香港也是当红艺人 结识了很多圈内外的友人 每一次回香港 都有好友为他接风洗尘 此次在香港为丈夫庆生 就是由有人在私房菜馆设宴举办 到场的人不算多 大概就做了一台 在场的都是好友 大家很开心 陈松林与张夺 当天穿了同色系的服饰现身 陈松林穿了中式改良裙挂露脸 戴上了银色的吊坠耳环 减肥成功后 他整个人显得清爽很多 张夺穿了笔挺的灰色西装外套露脸 身材高挑的他 就是天生的衣架子 在众人中格外显眼 众人吃饭聚会 顺便为张夺庆祝45岁生日 晚宴地安排细心到位 除了美味佳肴 还准备了蛋糕 寿面 寿包 合照的时候 陈松林夫妇一人端着寿包 一人捧着蛋糕合照 其中张夺搂着陈松林 画面温馨 幸福 按照庆生的流程 在合照后 张夺许愿切蛋糕 之后就是吃长寿面 而在吃长寿面的时候 有个细节非常值得留意 陈松林亲自盛了一碗长寿面给张夺 还亲自端在丈夫跟前 并且当众喂对方吃 张夺有点措手不及 显得有点害羞 但也很享受这幸福的一刻 一脸幸福与陶醉 而这个画面 被资深媒体人汪曼玲 给捕捉了下来 相信将会成为两人的经典画面 在生日宴上 陈松林与张夺的一举一动 都彰显出了两人十分恩爱 在场的所有人 对陈松林的丈夫都赞赏有加 认为陈松林 真正找到了一个爱惜她 并且能够陪伴她 白头偕老的人 其实 本来陈松林的这些友人 与张夺并不是特别熟悉 不过这些年 随着张夺经常陪伴陈松林回香港 并且出席各种活动 宴会之后 久而久之 大家也都熟络了起来 通过相处之后 对张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如今也都算是老朋友了 所以汪曼玲会称呼张夺为 夺叔 还形容她非常可爱 可见张夺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非常好 陈松林与张夺结婚已经十四年了 时间飞快 这对当初并不是被所有人看好的姐弟恋 竟然走过了两个七年之痒 而从前的不看好发展 至今已经变成了羡慕 最羡慕的是 陈松林找到了张夺这样的好丈夫 张夺比陈松林年幼九岁 但是他从来不是被照顾的那一位 反而是家庭的支柱 坦白说 顿知名度 顿财富 陈松林绝对在张夺之上 但是张夺从来不理会谁强谁弱 在这个家庭中 张夺就是一家之主 大小事物都是由他来决定 而两人能够携手走过十四年的婚姻生活 靠的就是相互相互包容与谦让 这才是最为珍贵的 陈松林嫁给张夺之后 一直很想为对方生个一儿半女的 因为张夺是家中的独子 没有兄弟姐妹 可惜的是陈松林的身体不是太适合生育 经过了各种条理 看了不少医生 能做的 该做的都尝试了之后 依然无果 这一度令陈松林感到沮丧与懊恼 不过张夺并没有因此而对陈松林不满 还反过来开导他 让他克服心魔 如今两人有共识不要孩子 生活依然幸福 美满 就这一点言 张夺就非常值得陈松林依赖一辈子 感情的维系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 很多人总是说明星夫妻容易分手离婚 因为各有各忙 长期分隔就会令感情生疏 但陈松林与张夺就是例外 其实两人如今也是各有各忙 但是他们懂得如何协调工作与生活 比如张夺 他工作再忙碌 也会协调好 陈松林回香港出席活动 实际上 夫妻俩在香港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 就是匆忙到香港做个活动 吃个饭庆祝个生日 又要赶回内地 疲累在所难免 只是在同台 同框的时候 看不到两人的疲惫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幸福 这就是夫妻童心 11月2日 香港女星陈松林 松松 53岁与小8岁的老公张夺 合体现身香港 为好友黄淑仪 GG姐的新书发布会站台 夫妻俩相互喂食 十分甜蜜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们忍不住食指紧扣 结婚13年 陈松林与张夺 依旧恩爱幸福 原来 陈松林与黄淑仪是忘年之交 当初松松与张夺结婚后 前往温哥华洞蜜月 就曾到黄淑仪的家做客 那个时候 黄淑仪正好不在家 她的医生丈夫徐景青 负责接待松松夫妇 还亲自下厨 给他们做饭吃 陈松林原本是TVB花旦 2000年转战内地市场 2005年遭遇人生低潮 2006年拍摄《血味冷》 邂逅来自东北的男演员张夺 两人发展姐弟恋 虽然张夺比陈松林小8岁 但在丈夫面前 松松就像单纯的小女孩一样 凡事都要依赖对方 此次露面 陈松林状态保持得不错 大家应该记得 松松客串大热剧集 边水往事的时候 因为身材臃肿而饰演 富婆角色 拍完该剧 陈松林努力减肥 最终用了半年时间 去年4月宣布减掉12公斤肥肉 恢复到年轻时的体重 过去一年多 陈松林维持鲜瘦模样 观众终于在松松的脸上 看到她事业巅峰期的美貌 嫁给张夺 陈松林跟随丈夫定居北京 夫妻俩一同在内地工作 松松对记者表示 他们是特意乘搭飞机 到香港支持GG姐 出席玩活动 夫妻俩又赶着回去 期间 松松心疼丈夫舟车劳顿 透露张夺为了缓解疲劳 在脖子后面做了刮痧 记者立即八卦 陈松林跟张夺那么忙碌 一定赚了不少钱吧 松松非常低调 她开玩笑说 其实没赚多少 只是忙碌而已 张夺则大赞陈松林 是满分好老婆 她负责养家 太太就在衣食住行方面照顾周到 她会在各方面都给我意见 是一百分以上的老婆 陈松林曾在访问中透露 她于2005年患上了情绪病 当时身体非常差 她跟张夺在一起之后 男方建议她暂时从娱乐圈隐退 调节一下身心 没想到 松松的病情比想象中严重 除了情绪病 她还有卵巢肿瘤 大概有四五年时间 她都没有工作 专心养病 而从那个时候开始 陈松林就负责照顾张夺的生活起居 给她洗衣做饭 直到今天 松松还是家里的大厨 她会做广东菜跟东北菜 提起那段日子 陈松林说 她在我最艰苦的时候 一直扶着我走下去 她每天都努力工作 让我可以安心留在家中疗伤 这段时间 足足有四五年之久 她从来没有放弃我 让我可以安心得到依靠 我一辈子都会牵着她的手走下去 陈松林与丈夫约定 双方坦诚没有秘密 另外 即使在忙碌 两人分开的时间 都不能超过两周 两周一到 其中一方就要到片场探班 陈松林15岁出道当歌手 之后加入TVB拍戏 饰演电视剧天涯歌女女主角的时候 她还是一名高中生 在娱乐圈打拼多年 陈松林不忘初心 在很多电视剧里面 她都坚持不拍吻戏 直到心里成熟了 她才开始 破戒 她一边拍戏一边学习 凭实力 跑入香港中文大学 非常有毅力 当时 TVB的大老板邵逸夫 很欣赏陈松林 经常约她吃饭聊天 甚至用私人飞机送她出国工作 两人成了忘年之交 陈松林年少的时候 为了学业拒绝拍摄电影 母亲反对她这样做 最终母女失和 松松离家出走 多年没有跟家人联络 离家的松松 与当时经纪人 阿宝同住 二人情同姐妹 松松将所有的收入都交给 阿宝打理 十分信任对方 不料 两人因矛盾闹翻 陈松林努力多年 赚到的钱都被 阿宝冻结 在某段日子 松松身无分文 当时是2005年 就是陈松林爆发情绪病的那一年 人善人妻天不期 陈松林最彷徨的时候 在街头偶遇妹妹 她又跟家人恢复联系 与妹妹同住 之后 陈松林认识了张夺 日子越过越好 陈松林之所以会被经纪人阿宝拿捏 是因为她不懂理财 拍戏赚到钱 她会全部交给信任的人 与张夺相恋后 陈松林同样相信对方 将财政大权交到南方手上 张夺确实靠谱 大学毕业后不久 她跟随国家的发展 做了一些投资计划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买了一些房子 有一些固定资产 陈松林接受好友 王祖兰采访的时候 曾大赞张夺的理财计划 做得好 她在结婚初期 就做了十年计划 考虑到夫妻俩的养老问题 给了松松极大的安全感 陈松林向来节俭 她不太爱花钱 不买珠宝奢侈品 一个包包可以用十年 出去吃饭 都会打包吃不完的剩菜 港媒指 以陈松林的知名度 以及工作量 至少拥有三亿港元身家 是低调的亿万富婆 对此 她表示 不要这样说 我赚的钱 都是为了保障以后的生活 投资方面 我全部交给老公处理 张夺喜欢买房 她将钱都投资在房地产上面 在香港 北京跟上海 都买了住宅 据悉 她曾在北京朝阳区 购买五套 100平米以上的房子 2015年 陈松林与张夺 联名以2300万港元 购买香港和文田豪宅 陈松林直言 张夺投资的房地产 都是用来收租 她一直在为两人的养老计划而努力 婚后 陈松林与张夺 拥有不少共同财产 她表示自己很信任老公 一点都不怕被骗 就算全部投资交给老公 我也完全不担心 因为有法律文件 陈松林夫妇最大的遗憾 可能是没有生育孩子 松松与张夺结婚后 两人努力备孕 人工受孕 血藏卵子等高科技手段都尝试过 但始终与孩子无缘 几年前 陈松林对媒体表示 她倾向于领养孩子 她还跟张夺到天津探望残疾儿童 想要照顾那些可怜的孩子 对于太太的决定 张夺一开始无法接受 她觉得领养没有问题 但为何不能是身体健康的孩子 但在陈松林看来 残疾儿童比健康的孩子更需要照顾 夫妻二人因为这个点有过争议 当时陈松林很有信心告诉媒体 她将来一定会儿孙满堂 因为她不会放弃领养计划 那大家就等着陈松林夫妇的好消息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